各位同学好 我们接下来呢 复习范例2 这个人他遇到火灾 然后他把绳子绑在窗户上 然后借由这个绳子垂下来 他慢慢的沿着绳子往下滑 这个是一个危险动作 不过可能如果他真的别无选择 可能就会这样做 那我们先姑且相信他可以这样做 那么这条绳子他能承受的是40公斤重 那可不可以 要怎么样知道他要下滑多快 才可以不要让绳子断掉 他的意思是这样 什么意思 首先我们要先有一个概念 这个重量啊 就是在上一题我们有介绍 就是质量乘上重力加速度 造成重力加速度的那个力 就叫重力 而重力的量就是重量 那么 因为在地球表面啊 重力加速度都是9.8 这是观察到的 每个物体不管轻重 不管大小 他只要不要考虑空气阻力 那他都会以同样的加速度往下加速 那这么一来有的时候我们 如果要每一次都要用牛顿来表示力就会太麻烦 像这样一公斤的物体有9.8的加速度 这时候我们说他受的重力是9.8牛顿 如果他压在地上 那他的重量也是9.8牛顿 如果是50公斤的人啊 他所受的重力加速度 如果他在空中掉落 那他的重力加速度也是9.8 那这时候他受的重力会是490牛顿 那每一个东西你都如果要算他的重力 都要乘上9.8 就不如不要乘了 不如不要乘 我们会把这个9.8的因子哦 就忽略他 但我们把单位换一下 9.8牛顿我们就叫他一公斤重 就是9.8牛顿 那490牛顿我们就叫他50公斤重 基本上就是把9.8这个因子就不要乘上去 反正大家都是 加速度都是一样9.8 不如就不要乘 所以 知道了公斤重的概念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 看看这题 人啊他受的重力啊 这个人啊他受的重力就是 500 500牛顿 我们这边的9.8呢 在题目里面是用10 好 所以人的重量 人的重力 重力的量就是500乘以10 50乘以10 500 那这个绳子哦 最大只能承受40公斤重 这条绳子 最大只能承受40公斤重 就是说人去拉这个绳子 绳子也去拉人 那绳子给人的支撑力 最大是40公斤重 那我们把它换成 换成牛顿 换成牛顿的话 那就是40乘以10 等于400公斤重 400牛顿 这样 所以他的人最多最多呢 受到向上的力 这个人呢 最多最多受到 向上的力是400牛顿 而他受到向下的力 是他本身的重量 就是 500牛顿 好 这样就可以算合力了 就可以算合力 那透过合力 我们就可以得到加速度 所以合力就是 500 向下的 减去400 向上的 最后是100向下 那结果也会等于MA 等于MAA 质量是50公斤 所以A就是2 答案就是B 所以这题的重点是 你了不了解公斤重 和牛顿之间的关系 公斤重 它跟牛顿一样都是力 那公斤重 特别是用来指重力 它是没有把质量乘上9.8的重力 好 所以这题的答案就是B 我这题是没有把质量买的 那儿是不断的 如果大家准备 我这题是有质量的